哈喽大家好,我是神头力 今天为你们推荐的就是让入置第五栋一个高层的富士单元 它那个使用面积 使用面积大概就是186平米 它就是从原来的四房两套 也可以灵活的变做三房套的单元 房子挺宽的,采光也是蛮好 还有就是带那些品位的装收,还有部分的家具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进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开放式厨房 所以你会觉得那个厅子特别的欢的 所以现在我们一起过来看看好吧 今天为你们推荐那个单位 它就是一层六个单元 F单元就是在边边的 所以影视就是特别好 我们进来首先经过一个小巡观 旁边的有一个镜子 里面的就是鞋柜 所以你可以放很多鞋子 旁边还有一些橱柜 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那个U型的开放式厨房 因为那个长臂已经打掉了 所以那个采光就是非常好 还有你在做饭的时候 你可以跟家人多一点沟通 那个厨房那些必已经有了 就有烟机 煤气炉 电磁炉 烤炉 蒸炉 冰箱也有 旁边还有一个工人套房 还有洗衣机 卫生间的位置 里面还是有窗子的 所以基本上那个房子也是挺通风的 再来为你们介绍的就是那个横的客厅的位置 大概就是35平米吧 它那个宽度就是3.6米 长度就是9.5米 你看 它那个采光真的非常好 还有它是方方正正的 主要的就是看那个公园景 还有南巴拉海 我刚钻一个圈给你一些概念 旁边它有4个柜子 也是蛮深的 放东西的位置也是蛮多 旁边的两个柜子 你可以放两套的golf club 如果你喜欢打那个柜椅 复仇的话 你看 也是挺开阳的对吧 还有比较安静的 里面还有一个餐桌 跟旁边的装修配合 你会觉得挺带气的 对吧 好了 先为你们介绍楼下一个套房 好吧 那个套房我觉得挺合适 就是给老人家 或者小孩子 为什么呢 因为它那个采光挺多 还有它是方方正正的 旁边你还可以放一个树桌子 或者衣柜 看一下里面好吧 你看它那个卫生间基本上就是没有门的 就是你可以放一个拉的棉 如果使脚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个椅子 所以是比较安全的 我挺喜欢它那个户型 就是差不多每一个房间都有窗的 采光也是蛮好 也有那个对楼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那个客厅还有餐厅的分布 真的方方正正 楼底高度就是2.6米 好了我们现在小区好吧 我们看到的那个中空楼底大概就是5.3米吧 我先转一个圈给你一下概念 旁边有一个主人套房 中间的就是common working area 隔壁的你看 它做了一道门 你可以把它关 它就变做一个大的套房 要不然它就是两个小房 先为你们介绍那个小房好吧 它那个房间大概就是10.6平米 宽度就是3.3米 深度也是3.3米 基本上船的房子也是看同一个景观 你看它那个房子就是方方正正的 还有一个很大的衣柜 也是蛮深的 再来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房间好吧 大概就是10.2平米 它有一个定做的床 还有柜子 所以基本上两个人在里面住也没有问题 也是跟楼下那个房间 干阁也是差不多 只是没有卫生间 也是看公园海景 挺舒服的 旁边还有一个卫生间 也是配有窗子 淋浴的 位置也有 如果你把那个门关 它就是一个带套房呢 对吧 还有中间的 它就是一个common working area 就是一直共用的书房 还有办公房 可以给你做功课 工作也可以 最适合就是进来的 我们有一个work from home home office的概念 在这里就可以好好利用 再来我们看一下那个主卧好吧 大概就是16.7平米 我还没有计算那个卫生间 还有衣帽间的 我会建议你把那个床 放在我的后面 对 你看到那个长壁 你可以看到那个景观 就是最远 最舒服的 对面就可以放电视了 对吧 或者projector也可以的 它那个房子 幻度就是3.2米 长度就是5.3米 门的旁边 还有那个化妆桌 书桌 还有一个衣柜 里面还有一个衣帽间 你看 可以放很多很多包包 衣服 也没问题 里面那个卫生间也是蛮欢的 你看 它可以放双十手台 一个大的窗子 还有一个sacruci 里面还有卫生间 还有淋浴的位置 基本上那个房子的三套房 那个概念也是挺不错的 是赏一纱 你可以两夫妻 住在那个套房 对面的就是儿子 酸子 师傅 楼下的就是公公婆婆 就可以一家四大人住在一起 如果你们对我今天的推荐 有兴趣的 可以加我微信 跟我能信 也麻烦你们多多转载 多多分享 也多多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Lily Shum 神后力 谢谢你们支持 也麻烦你们点我一个赞 作为鼓励好吧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